hello大家好我是老狗 咱们今天来讲奥斯佩语言 奥斯佩语言是19世纪在美国出版的一本书 出的作者是美国的一名牙医叫约翰·纽伯勒 这本书已经发表引起非常大的反响 主要因为两个原因 一方面是因为这本书涉及到 一个完全不同版本的人类历史 还有一方面原因就是这个书的写成方法 纽伯勒说他这个书不是他自己写的 而是通过自动书写方式写的 什么叫自动书写 就是人在没有意识的情况之下 身体不受控 然后不停地在纸上写东西 这样 叫自动书写 写这个内容自己是不知道的 然后手就在不停地写 究竟谁在写不知道 考试可以这样就好了 对对对 其实有很多有名的书 尤其是预言都是这种自动书写写出来 是吗 就是写这个人 他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在写 或者是写了什么 等写完了之后就发现 这讲了一些未来的事情 而且这些事情在不断地发生 你在录视频的时候是自动录的吗 对我这属于自动讲故事 这个自动书写 也不全是写的 也有打字 他这个就不是写的 是打字 其实我们以前曾经介绍过一个类似的情况 就是孟兆国事件 就是中国有一个农民 他看到了UFO 然后好像触电了 跑在地上 送到医院之后呢 他在纸上写了几个字母 这就属于一种自动书写 像自动书写这样案例 各个国家都有 以后呢 我有机会都介绍给大家 那么咱们今天介绍 这个美国一阿姨写的自动书记 有一个特点 是一般自动书记没有的 就是他这个量太大了 大到什么程度 总共200万字 39个章节 总内容呢 大概是圣经的1.5位 为什么拿他跟圣经比较 是因为他这个书写方式 非常类似于圣经 从创世纪开始 但是他这个版本和圣经不一样 书中的内容也涉及各个方面 各个领域 比如历史 宗教 地质 考古 语言 宇宙等等方面都有 纽伯的本人 对于他写的内容 大部分是不理解的 因为他没有这方面的知识 那么附身在纽伯的身上 这个东西究竟是神 还是什么其他的东西 他自己也不是很清楚 但他坚信应该是神 而且让他自动书写的 这个灵魂也好 还是神也好 跟他说了 希望他把这个东西写出来 然后发表 和那个我们之前讲的 那个阿米有点像 阿米就小外星人 告诉那个小孩 你要把这个 我说的内容 全部出本书 他这个也是 他被附体了多久啊 写了 一年 这么久啊 对 但是是不定期的 也不能算不定期 有周期性的 每周会被附体一次 就拼命地写 一般都在早上 突然醒来之后 就给他拼命地打字 他一看就打了那么多了 我跟你状态差不多 你想他52周 就写出了200万字 三体90万字 花了四年 所以就编故事来说的话 能编了这么快 也几乎没有可能 那么这个附身了 他的灵啊 为什么要通过他的手 把这个事情告诉大家 这个是不知道的 那个灵也没有说 但是有个事情是确实的 就是这个叫纽伯勒的人 从小就能够感受到 一些我们普通人 感受不到的东西 就老有一个声音 跟他说话 他是1828年 出生在美国的 他的父亲呢 是一个英国人 很有学识 曾经就读于威廉玛丽学院 这是美国第二古老的大学 仅次于哈佛 他父亲大学毕业之后呢 就在当地的学校当校长 他的叔叔呢 是一家医院的院长 就是全家都是非常优秀的人 他的父亲呢 对于纽伯勒非常严厉啊 就是因为他能够听到这些声音 他父亲是完全不相信的 他一跟他父亲说 我听到什么声音 他父亲就会鞭打的 真的 用鞭子抽 就是让他绝对不可以再说 你听到什么声音 如果你跟外外人说 你听到什么声音 对他自己的家族是有影响的 他是一个科学研究者 科学研究者信这些的不是很多吗 他们不都信上帝吗 他信上帝归信上帝 但是大主教听见没有问题 你不能说你听见 由于他父亲每次都打 而且打得很重啊 所以他在很小的时候 就封印了自己这个能力 就是听见他也不说了 跟谁也不说了啊 不过这个人啊 学习一直非常好 大学考进了医学院 毕业之后呢 就到他叔叔的医院 当了一名医生 而且这个人啊 运气特别好 可能跟他能听到什么声音有关系 怎么回事呢 就是他当医生后不久啊 美国开始流行这个淘金潮 都让加州去淘金 他二十几岁啊 年纪轻轻啊 也想去淘金 但是啊 就听人说啊 绝大部分去了 都不可能淘到金 是吧 金在地底下 你也不知道在哪 你就不停挖 挖到了就算你运气 挖不到就没有 大部分人是挖不到的 他就自己去 结果他去 一挖就挖着 挖着金矿了 金矿了 金矿 一下就发达了 发达之后呢 他还办了一个小公司一样 组织一堆人啊 从澳大利亚去挖 挖什么 金子 而且呢 是定点挖金 就说就在这挖 一挖又挖到金矿了 这个人变得超级富有 就他二十几岁 就变得特别富了 然后呢 开始环游世界 那他这么神 他爸不变大他了 他爸和他的关系 一直就非常的不好 他就环游世界啊 他爸就给他叫不了 说环游什么世界 赶紧给我回来当医生 他就回去了 那时候他三十岁 这么不全了 还要再当医生 他特别怕他爸 回去之后呢 就开了一下医院 然后结了婚 继续当医生 本来以为就这么样 平凡过完一辈子就完了 但是有一天啊 他爸跟他说了个事 让他的人生发生了转变 他爸就是突然间 开始相信 有灵啊 有魂这些东西了 为什么 就是他妈死了 他妈死了之后呢 他爸有一天 突然听到他妈跟他说话 从那个时候开始 他爸开始相信 真的有灵魂的存在 就跟他去商量这个事 然后他就跟他爸讲说 真的有啊 那他听不见他妈妈说话吗 他听不到 他就总能听到一个人说 他觉得那个人 就应该是个神 或者是个什么东西 他爸既然 对他产生理解之后 他就放开了 开始研究这个事情 他有钱呢 他就到美国各地 去找这个通灵师 他就问这人 怎么能够通灵 怎么能和这个灵魂很好的交流 我只能听到他的声音 我不能问问题 这个通灵师就跟他说 其实原则上 你就是不能问问题的 你能做的事情 最高境界的 也就是让他附身到你身上 然后把他想要表达的意思 全都通过你的手表达出来 叫自动输记 或者自动输写 这是我们通灵师 最高境界就这样 他说哎呦 这个好 怎么才能自动输记呢 你这通灵师就跟他说 自动输记得有特殊体制的人才能 不是谁都能 不过这个是可以通过后天培养出来的 有几个要求 第一个就是保持身体的清洁 每天至少洗两次走 不能有欲望 生活规律 不能吃肉 基本上就跟和尚是一样的 这样生活持续几年之后 你的身体就渐渐地变成灵媒体质 你就会成为灵媒 灵魂就特别容易寄生到这样的身体上 所以小孩子偶尔会接受到这种灵魂 对对 他们能够看到 或者感受到 比较纯净 纯净 长大就不行了 长大就不行了 就有各种各样的想法就不行了 这个纽伯的由于生活非常好 他当时三十几岁 他的体重就高达110公斤 但是为了成为灵媒 他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方式 禁欲规律生活 而且不吃肉 只吃菜 成为这个素食主义者 最后他用了六年的时间 体重降到了81公斤 他游历美国各地寻找灵媒 用了15年的时间 然后他开始改造自己身体 用了六年 最终是在1881年 因为他53岁的时候 有一天他早上醒来的时候 突然间听到一个声音跟他说 说你去买一台大字机 在那个时候 他自己属于特别高档的 特别少见的东西 刚刚出来 他有钱了 他就买一台大字机 从那之后 这个灵就每周 会有一天早上 附身到他身上 他就开始不停地打字 就形成这本书 这本书 我号称是人类历史上 第一个用打字机打出来的书 因为什么 内容太大了 不用打字机 根本写不完 你要写完累死 而且这个灵跟他说 在打的这个过程中 这一年打的内容 他是不能看的 就是打打停了 停了你就可以看吗 他说这个内容你不要看 打完了时候我会让你看的 是这么跟他说的 所以他这一年就不停地打 把这个稿都收集起来 收集了一年之后 终于有一天 这个灵魂告的打完了 你可以把这个内容整理一下 出版成一本书 他就把这个书出版了 在1882年的时候 好 那么这个附身在牙医身上的 灵魂也好还是神也好 究竟想通过这个奥斯佩预言 告诉我们点什么呢 这个内容特别的多 想全部讲完 基本上没有可能 所以咱们今天挑起个重点来讲一下 那现在灵如果再想转达一些什么 就附身到YouTuber身上说 不是更快吗 每周三复一次之类的 对 这应该是更好的一个方案 但是首先 我还得有灵魅体质在行 对不对 我还得减肥 现在不行 那么这本书里讲的内容 涉及到很多方面 比如说宇宙是怎么形成的 地球是怎么形成 人类是怎么出现的 还有人类活着究竟是为了什么 人为什么要死等等 都有解答 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解答 和我们到现在为止讲的内容 都不太一样 首先我们先说一下 这个书中说的这个世界观 就是我们这个世界 究竟是怎么个结构的 他说这个世界上存在着两种东西 就存在着两种东西 一个叫S 这个就是精神体 精神体的特点就是看不见 但是非常的强大 就是能量特别强大 另一种存在叫Copper 就是实体存在 它和S正相反 看得见 但是非常的弱 就是能量非常的低 那么这个书中也有总结 就叫有形则无力 无形则有力 所以我们看见的世界 能看到的部分 全部都是Copper 就是实体存在 而我们看不见 所谓的灵也好 天使也好 神也好 都是S 那么他说这个世界的结构 是分为三界的 心侠 差不多 其实 心侠就是神 魔人 他这个也类似 他说世界分为三界 第一个界叫有形界 就是所有的Copper 所在的这个世界 也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 叫有形界 也叫物质世界 也是唯一我们能看到的世界 第二界和第三界 都是由S组成 就由灵体组成 我们看不见 第二界和第三界的区别 在于密度 其实三界区别都是密度 密度最大的是 我们在最下层 灵界里边 密度相对来说较大的 这一层叫灵界 而最上层 也就是说密度最小的 这一层叫神界 就是物质灵神三界 当然这个书中 管这个灵界 其实他用的单词 并不是灵 他管这一层叫做氛围界 而最上层的这个神界 他也不是直接说的 是神界 说叫以太界 这一界 就是什么我们能感知的东西 都没用 就像真空一样 但是神就在这里 力量无比强了 存能量了 那么三界中 最大的一界 其实是中间这一层 就是灵界 这一界分为下中上三个小层 最下一层 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地狱 在我们上面 对 我们地狱其实在我们灵界里边 它就由灵体组成的 在书里边叫加一界 用了些特别神奇的单词 中间这一层叫阿基界 最上面层是天堂层 天堂和地狱其实在灵界 不在神界 这是在中间 这是灵界的 天堂层在书中叫星云界 这个星云界是最接近神界 我们人好 有形世界的所有生命死了之后 我们的灵魂就会进到灵界 不能直接进到神界 当然根据人的密度不一样 去的界是不一样的 你密度大一点就进到了地狱 你密度小一点就到了天堂 事实上人其实不应该存在于物质世界 一会儿我会讲我们是灵界的 物质世界是没有灵的 灵就是在灵界 物质就是在物质世界 是井水不放河水 大家互相之间也去不了 物质也进不了精神世界 精神世界的东西也进不到物质世界 但是咱们就进来了 为什么要进来了 就是人为什么要在这个世界上活的原因 就是这样 就是在这个三界当中 有个最高的神 叫加合武 这个是在他那个书里写的这么个单词 说就是这个加合武创造了整个宇宙 包括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 加合武为了让灵能够了解物质世界 于是创造了灵的一个载体 就是生命 就是我们的躯体 通过这个躯体 灵就能够进入物质世界 就能感受物质世界 不然的话它无法感受物质世界 那么我们最终为什么要死呢 就是为了让灵能够重返灵界 肉体不死了我们回不去 所以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 其实就是我们这些灵 在这个物质世界的一次奇幻之旅 让我们有了新的经验 那么我们返回灵界的时候 也只能返回这个底层的灵界 不能够返回神界 那么究竟是去地狱还是天堂 取决于你在物质世界的灵性 也就是说你做好事做的多了之后 你就灵性提高了 你返回灵界的时候 可能位置就高一些 做好事分两种 一种叫做明着做好事 一种叫按着做好事 明着做好事就是 你做了一件好事 被别人发现了 还表扬了你 大家都知道了 叫明着好事 按着做好事就是 你捐了钱 没有人知道谁捐的 这就是按着做好事 他说能够提高你灵力的 只有一个就是按着做好事 明着做好事没用 你这么说的 真的 这是他说的 明着做没用 倒不至于说 能够降低你的灵力 只是没用了 被人知道了就不行 为什么做好事 能够提高灵力 就是说提高灵力 其实只有一个方法 就是帮助他人提高灵力 这个帮助他人 怎么帮都行 反正你只要能帮助他人 和你一起进步的话 有机会一起进步的话 就算是你记得了 但是这个帮助 不能让对方知道 那这样一说明着帮助 别人的人 岂不是更无私 对 没错 你这个理解是对的 那么除了说明了宇宙的构造和生命的意义之外 这个奥斯维尔还提到了一个非常神奇的点 就是他解释了星系的运动 是这样的 人类在很久以前 一直认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 叫地心说 就是所有星都被这地球转 后来到16世纪的时候 哥白尼提出了日心说 就是说太阳是宇宙的中心 后来到17世纪的时候 伽利略通过观察 证明了 这个哥白尼说的可能是对的 太阳是这个宇宙的中心 所以从17世纪开始 日心说是整个世界的主流 那么这本书出版了1882年 人们是相信日心说的 但是这本书却给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说法 就说这个加克福创造了宇宙之后 在宇宙中形成巨大的漩涡 在这些漩涡之后 就形成了无数的球体 然后每一个球体 又会形成以自我为中心的漩涡 所以他说 宇宙中是有无数个这样的漩涡 太阳只是其中一个漩涡 它也是更大的漩涡中的一部分而已 他的这个说法其实就打破了日心 说太阳也不是宇宙的中心 有更大的中心 而且宇宙中也有无数的中心 究竟宇宙的中心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 那么人类真正知道太阳不是宇宙中心 是在30年后 美国著名的天文学院勒维特 他是通过观察在家计算 发现 太阳好像在绕什么东西转 但当时他认为 银河系有可能是宇宙的中心 那么又过了10年 哈勃通过望眼镜 发现了其他星系 才第一次知道 原来宇宙中有无数像银河系这样的星系 所以奥斯坚语言提到了真正宇宙结构 比哈勃早了40年 而更加神奇的是 他对于太阳系运动的表说 他说太阳系的运动是这样的 像漩涡一样的 它的轨道是这样的 像马画一样在运动的 而近些年我们才知道 太阳系真的是这样在运动的 太阳本身也在高速的运动 然后周围的星就跟着它一起 在周围旋转 像马画一样 这个早在100多年前 他就知道 你看这个马画 和这个马画像不像 一样的 这个事情就非常不可思议了 不仅超出了纽伯乐的学识 甚至超出了当时所有人类的学识 没人知道宇宙是这样运作的 这个图是谁画的 是他自动画的 其实是他在这个自动书写完了之后 就打字完成之后 根据脑子里一些图片 你也不能打出来了 然后后来补上了一些花 从这些插图 你能看出一个特点 就是画这些插图的人 视角不在地球上 是的 在宇宙中上 那么这个创世组 扎哥为什么创造这些漩涡 说是为了让宇宙中的物质 凝结到一点 形成一个个的球 而且通过漩涡的力量 可以让物质无法逃离 就是让它们不能够随意到任何地方去 像一个结界一样 所有物质都会陷入在一个球体的范围之内 那么这些形成的球 作用也各不相同 相互影响 就会产生一些 有陆地和海洋组成的球体 这些特殊的球体 将成为灵体进入物质世界的载体 所以地球就是这样一个能够承载灵体的这么一个特殊球体 那么书中也说了 所有像地球这样的载体都是有寿命的 它们要经历四个阶段 分别是形成器 繁殖器 老年器和死器 形成器就是宇宙物质通过漩涡凝结 形成球体的过程 它说由于物质高速旋转 相互摩擦 所以最终形成的球体是非常炙热的 然后加格武这个神 把这个炙热的球体上面包裹成一层像凝胶状的 非常粘稠的一种液体 这个液体叫塞姆 包裹之后就能够形成一个能够承载灵体的球体 就是形成地球 这个塞姆究竟是什么 不太知道 按照后来的解读理解 可能就是类似于像土壤 空气之类的东西 一种混合物了 所以按照它的描述 地球会有一个炙热的内核 这个也非常不可思议 因为人类发现地核是在1936年 在1880几年的时候 没人知道地球有个炙热的内核 但是附身了纽伯六的这个家伙是知道的 他说只有这样的球体才能孕育生 地球形成之后 就是像地球一样这样星球形成之后 第二阶段就进入了繁殖期 繁殖期就是孕育生命的时期 所有的动物植物都是在这个时期诞生的 初中特别强调 每一种生物都是加格武单独创作的 之间是没有联系的 所以生物之间并不是进化的关系 也确实我们目前也没有发现 生物之间这个进化的过程的这种证据 只是感觉有些生物之间是比较像的 这个书呢 说了所有的生物 所有的物种都是加格武单独设计的 IFT一样 对对对 看着也很像 但大家也都不一样 那么繁殖期结束之后呢 地球将进入老年期 在老年期呢 所有的生物呢 就渐渐地不再具有繁殖能力 所有的生命呢 就会渐渐地死去 最后进入死期呢 就是所有活着的生命呢 完全死掉之后 地球完全回归物质世界 这就完成了这个整个生命周期 那他还要拍下一波人来体验物质生活吗 地球进入死期呢 地球就不可以了 继续造新的星球 那么人类呢 就是在繁殖期诞生的 大家注意啊 书中说了 生命本身是没有灵的 就是你看个猫猫狗狗 里边是没有灵的 这个地球上 唯有一种生物有灵 就是人 所以人是神 经过各种各样的设计 最终设计出来一个必要完美 他认为作为灵的载体很合适的这么一个生命 感觉有个度过有灵呀 嗯 他说没有 很多人心呀 他说灵和普通的生命的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有灵的生物能够学习 有创造和管理万物的呢 那么按照斯菲预言中说 迦克夫创造了第一批生命和灵的结合体 就是所谓的第一批人呢 叫阿蘇 纽伯乐呢 按照他的印象画出了阿蘇的样子 像猿猴一样 胳膊非常的长 这个阿蘇其实是个非常失败的作品 因为他呢 即使注入了灵 但是灵力也非常的低啊 没有智慧 和普通的生命体 就是普通的动物没什么区别 为了引导这个阿蘇逐渐的学习啊 能够开始体会这个物质世界啊 神呢 又从其他的地方 把一些高级的灵体注入到了生命当中 这些被注入了高级灵体的生命呢 就是天使 所以天使其实就是灵力比较高的人 而阿蘇呢 就是灵力非常低的人 这些天使来到地球呢 果然是要比阿蘇好一些啊 他们灵力非常发达 可以和神直接进行沟通啊 但是呢 这个自我控制的能力 几乎也是没有的 因为他进入到了这个生命体内啊 他就有一定的兽性在 不是完全的灵体吗 但是呢 神觉得挺好 有这样一个稍微智商高一点 带在这个智商地的 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啊 结果出了一个意外啊 就是阿蘇和天使 结合产生了一波新的人类 这不是每个都是单独设计的吗 不 阿蘇和天使唯一的区别就是灵不一样 它们肉体是一样的 并不是一个像猿猴一个有翅膀 不是 其实都像猿猴 只是一个智慧高一点 它本身灵力就高一点 那么这个天使和阿蘇结合生存的 第二代人类啊 叫怡欣 怡欣呢 个子非常矮小 和我们现代人呢 差不多啊 其实阿蘇也好 天使都非常大的啊 那像巨人的时候 对 但是和我们以前说的巨人 其实还不是一伙人 巨人一伙会出现啊 这个怡欣呢 个子矮小 非常瘦弱啊 皮肤是白色 或者是浅黄色啊 灵性非常的高 它也能在物质世界 直接感受到灵界的一些信息 换句话说 就是标准的灵感体质 所以怡欣呢 实际上就是一种 特别像天使的人类 但是怡欣呢 普遍身体脆弱啊 也比较容易死掉 后来怡欣呢 和第一代人类阿蘇 产生了结合 也就是说第二代 和第一代结合 产生了第三代人类啊 叫德鲁克 这个德鲁克人身体强壮 皮肤黑色或者茶色 灵性极低 也就是说 他是比较偏向阿蘇那边 更像动物啊 阿蘇呢 比较傻一些 但这个德鲁克 不是傻 是比较坏 比较残暴 没有任何道德观念 很快呢 就开始互相产生 那他也是比较高大的 他非常高大 像阿蘇嘛 就像巨人一样 残暴的巨人 后来这个第三代 德鲁克和第一代阿蘇 又产生结合 为什么都去和阿蘇结合 而不是去和天使结合呢 天使其实 他只是用来引导 第一代阿蘇的 很快天使就没了 天使没了之后呢 这个德鲁克呢 就和第一代阿蘇产生结合 产生了第四代 叫雅克人 雅克人非常的巨大 但是呢 不能两足行走 四足行走 非常的傻 基本上不能算是人 而是个动物 第四代雅克人 大概是七万年前产生的 而第四代人产生后不久 这个第一代阿蘇就灭绝了 接下来呢 第三代德鲁克人 就是又大又威猛 又残暴的一个德鲁克人 和第二代 一心结合了 又瘦弱又小 灵力很高了 结合产生了第五代 叫一环人 一环人皮肤是红色 外貌比较像第二代的一心 身高呢 比一心要高不到两倍 身体强壮 智力也比较高 但是灵力不高 智力和灵力不一样 智力就是 它是一个比较聪明的动物 但灵力就是 能够和神进行交互的这种能力 那我们不就是 灵力不高 对 灵力不高 其实咱们更接近一环 为什么我们接近一环呢 一会儿我会提到 神到这第五代为止 一直都特别 中意着第二代 一心 因为这是唯一 可以和他进行精神交流 这种一代 但是第二代一心 身体特别弱 于是神命 第五代一环 保护一心 一环也是很强壮的 为什么要保护一心 是因为第三代 德鲁克特别的残暴 是吧 还有第四代的雅克 简直就是怪兽一般 他们经常会袭击一心 把他们作为食物 而且一心又没有自保能力 所以神就让第五代一环 也特别强大的这伙人 而且很聪明 来对抗第三代德鲁克和第四代的雅克 于是第五代和第三 第四代的连聚就发生了战争 第五代的一环中 有不少是半兽人 就是埃及壁画上的一些 双方的战争越打规模越大 神都看不下去 于是命双方休战 但是很遗憾的是 命令只有一心能够听到 其他的这些人听不到的 所以战争最终是没有能够停止的 第五代不是能听到的 第五代也听不到 他灵性很低 很聪明 那神怎么命第五代保护 让这个乙兴去控制了第五代 所以乙兴这边是可以让第五代停战 但你本不停 这没法停了 那乙兴为什么不能控制第三代 因为那些智力太低 跟他说不了道 他们就是野兽 他们来攻击你 他们要把你当作食物 你跟他说没有用 于是神在四万两千年前的时候决定离开地球 他不管了 不是不管了 其实他是要通过自己离开灭绝德鲁克和雅克人 为什么他离开就可以灭绝了 是因为神在离开之前让乙兴准备粮食 他会放大洪水吗 没有 乙兴准备了大量的粮食 神就离开了 神一走 世界上所有的植物开始凋零 没有了植物就没有了食草动物 这些第三代第四代就没东西吃了 但是第三代第四代他们会吃乙兴 他们来攻击乙兴 他们有医环来保护 这个第三代第四代没有东西吃 就开始互相吃 所以数量就变得越来越少 在神法回来的时候 第四代雅克就是那个怪兽 还有第五代乙环都灭绝了 乙环都灭绝了 对 就是好了地方都灭绝了 所以半兽人就在那个时候灭绝 他们是因为没有吃的灭绝 而活下来呢 就是粮食储备非常丰富的乙兴 还有就是什么都能吃的 第三代德鲁克 他还在 他还在 但是他的数量已经非常少了 他们也没有能力继续攻击这个乙兴了 而乙兴呢 由于神的保护得以迅速的发展 在世界各地建立了很多的城市 但是随着乙兴的发展 就到了大概三百年前的时候 出现了一个大问题 就是由于乙兴啊 他这个灵力越来越高 乙兴失去了生育的能力 就是他们变了 渐渐变成灵体了 就没有繁殖的能力 就完全脱离了动物属性 或者说生命属性 为了让乙兴能够存化炎 神呢 让乙兴和身体更为强大的 生命力更为完成了 德鲁克繁衍的一次 他希望能够繁衍出 除了乙环之外的东西 还是乙兴和德鲁克的话 也有可能繁衍出其他东西 神觉得有可能 但是不管怎么繁衍 都还原出乙环 就是灵力不太高 但是身体很好 就是说在这个时候又出现了第五代的乙环 而乙环诞生了之后呢 逐渐的强大起来 又和这个第三代的德鲁克打起来 就是他们都是十分残暴的 就是灵性地就变得残暴 有动物属性 而这一次的乙环的数量比较少 因为是后来繁殖出来的 所以德鲁克取得了巨大优势 不断的消灭乙环的同时呢 开始消灭乙兴 那么乙兴的数量越来越少了 神觉得不行 他要救乙兴的 而当时所有的德鲁克呢 生活在同一个地方 就是一片大陆上面 叫潘 这我们就说一下啊 这个书里面说了 地球上一开始呢 是一片大陆的 这个大陆呢 周围都是海洋 后来由于地球的旋转嘛 这个尤其自转之后啊 它的晃动啊 这一片大陆呢 变成了五片大陆 分散到了地球各处啊 这五片大陆呢 和我们现在地球上的五片大陆 稍微有点不一样啊 分别是亚洲 欧洲 非洲 美洲 还有一个大陆呢 不是澳大利亚 而是盘 在他的书上 澳大利亚只是个岛 而盘才是一个大陆 在太平洋上面 这是美国 好大呢 特别大 这个盘是母大陆吗 哦 了解都市专人说的人 应该知道 曾有一个母大陆的传说 说到太平洋上面 这个母大陆的说法 是在1926年出来的 这个书啊 是1882年出来的 谁这个书才出来的 有可能 据说母大陆的说法 有可能是参专的这里边说 毕竟他比我们大陆的说法 早了半个世纪啊 那么当时这个第三代 德鲁克人 大部分都居住在盘大陆上 因为盘是当时 最为发达的一片岛 那么由于上一次 饥荒呢 没有能够成功饿死 德鲁克人啊 于是这个神又想了一招 就是大洪水 这次真的是大洪水的啊 这个事情呢 发生在一万两千年前 神提前告诉隐心 造船 其实所有人种当中 只有隐心会造船 只有会 对 当时除了盘大陆之外 其他大陆上也有生活 少量的第五代人 就是义欢 义欢 对 因为德鲁克在盘大陆上 是无敌的嘛 说见了义欢就杀了 所以义欢都跑了 隐心呢 造了一百三十八艘船 隐心当时有多少人口啊 说是有一个准确数的 一万两千四百二十 不多 他们造了一百三十八艘船啊 然后每三十四艘呢 为一组 分成了四组 但计算快的 观众可能已经算出来了 是吧 一个船队三十四艘 那四个船队的话 才有一百三十六艘 他造了一百三十八艘 没错 总共五个船队 最后一个船队 只有两艘船 这个船队非常重要 一会儿会提到的 造好后呢 神就叫盘大陆 一击成为 上面的所有的德鲁克 全部灭亡 那个大陆是亚特兰蒂斯的吗 大概在一万两千年前嘛 他这个书上说是盘大陆 其他的传说中就说是 亚特兰蒂斯啊 可是亚特兰蒂斯 是高级文明啊 对啊 大陆就是最先进的文明 以兴其实也当时 主要住在盘大陆上 他们就是一个科技的代表 但是啊 也主要住在盘大陆上 所以德鲁克才去盘大陆 他们就是去消灭以兴的 以兴呢就在那边 守着自己的地方 几千年的发展都在那个地方 所以上面确实有个高度的文明 是以兴界的 但是他们的敌人也在上面 那也就是传说中的亚特兰蒂斯人 是高大的深渠 加上高度的文明 这不是一伙人 不是一伙人 真正的亚特兰蒂斯 应该是身材比较矮小的 跟我们差不多的 而身材高大的伙 是攻击亚特兰蒂斯的坏人 巨人吧 换一块说 巨人 正盘大陆被沉入海底之后呢 一万两千多的一心呢 分成五个船队 开往世界各地 这五支船队 有一支来到了中国 在中国形成了中国的古文明 有一支来到了印度 形成了印度古文明 有一支来到了埃及 形成了埃及古文明 第四支呢 来到了美洲 成为了美洲的古文明 什么印加文明呢 玛雅文明呢 这些啊 还有两艘武船 你听我讲啊 这四个船队 各自到的地方 一开始发展都是不错的 建了很多的城市 但是他们都在大概三千年前 也就是公元前 一千年左右的时候 突然间 所有的乙星灭绝了 灭绝的原因呢 有两方面 一方面就是乙星呢 由于发展起来 再次失去了 生育的能力和欲望 而残存的乙星呢 实际上是被他的后代所灭绝 他的后代是谁啊 就是乙星和乙患的后代 第六代人 就是我们 我们的外貌 几乎和乙星是一模一样的 和它不一样的 就是我们生命力更为顽强 我们的灵性非常的一般 算是比较低的 最大的一个区别 就是我们的繁殖力比较强 那这样就没有办法 把物质体会传输给神了 对 不能 我们第六代 其实对于神来说 也是个失败的作品 当然不是他做的 就是不断怎么繁衍 就是第二代是最好的 我们这些所有的属性 其实都不错 对于像乙星来说 都属于一种改静 除了灵性不高之外 我们最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非常好战 我们继承了动物属性 我们的祖辈其实是第五代 乙患 乙患的祖辈其实就是第三代 德鲁克 所以我们这一支上都有好战的属性 我们相当于把亚特兰利斯人和攻击他们的伙人集合到一起形成 那么从那之后地球上就真的没有一环了吗 就是第二代人 其实不是 还有两艘船 我没说嘛 是吧 就是第五船队 这第五支船队其实没有离开盘大陆 因为盘大陆被击沉之后 它原先的高山变成了一些岛屿 这些船就到了这些岛屿上定居下来 这岛屿有什么好处 就是第一个它们不与其他人相连 这上面也不有乙患 也没有第六代人 也没有第三代人 攻击哪都没有 他们在这是比较安全 只是地面比较小 而这个岛屿作为盘大陆的残骸 后来被这第五支船队的疑心称作 The盘 假胖 假胖 日本有可能是当初盘大陆的一个残骸 太平洋上的残骸 它是高山嘛 因为日本本身就在板块交界处嘛 按理来说如果在陆地上就是高山 但是现在沉到海底了 所以它行为一个岛屿了 上面生活着唯一没有灭绝的一切 那他们灵力不高呀 你听我讲 当然现在的日本人 有可能都是第六代人 不是当初尼泊尔的 大家注意这个书是104年前 一个美国人写的 不是日本人写的 所以他不是故意说自己有多牛 那写书的这个人 被附体的这个人 他灵力应该很高呀 对 但是他是自己修炼的 对 他是自己经过 各种减腿之类的 另一种 按照这个书的说法 日本应该可能存有第二代 纯种的疑心 当然大部分应该是第六代 就是我们这种普通人 智人 但是疑心的特点 我要再重复一遍 个子爱情 勤勉 零力很高 生育能力极低 那么事实上 目前发现日本 一万两千年前 确实有人居住 那个时候人叫省门人 这是最近的发现 关于省门人 以后我们专门做影片给大家讲解了 他和现在日本人可能没有直接的关系 但是就属于日本这个岛上的最原始居民 从哪来的不知道 那么书中提到了一个事情也很有意思啊 就是似乎侧面印象日本有可能真的是 就是在奥斯培语言中提到 神从始至终 就是最得意第二代人类 乙心 他就想让乙心成为真正的人类 成为灵的载体 因为乙心灵力高 可以和神直接对话 他们和神对话用的是什么语言呢 是用的一种独特的语言 这个语言怎么发音扭拨了自己都不知道 但是他在明明之中看到了这个文字 他就给它画下来了 长这个样子 就一个圈里边有些符号这样的 这种文字符号在世界任何其他地方都没有见过 当然很奇怪的是 有日本人发现了这个文字 发现这个文字的人叫尤其高岳 是日本的一个物理学家 也是电气工程师 他生于1899年 1974年离世的 他经历过一战还参加过二战 战争结束之后呢 他在日本兵库县的一家制药厂工作 作为一个电气工程师研究药物和化学方面 那么在1949年 就是战争刚刚结束的时候 他有次研究一个课题 就是植物生长与大地电流之间的关系 就是地球物理学和植物生长之间的关系 他就测定大地电流了 他就去了一个叫金鸟山的地方 金鸟山就在神户里附近 其实这座山挺神的 它和日本古代的一个传说中存在的阴阳师有关 这个阴阳师呢 叫做道魔法师 这个道魔法师啊 就是阴阳师里边大反派 会的 大政派呢就是安倍清明 他俩总对战呢 你知道吗 但这个人究竟存不存在不知道 传说中存在 书里有记载 就说这个道魔法师呢 墓就在这个山里边 所以这个山啊 一般没人进去 他也觉得这个地方没有人类居住挺好的 就没有干扰啊 就到这个山里去测定大地电流 拿些仪器进去了 进去之后啊 在山里边走走就有点迷路了 碰到一猎人 这个猎人说 你为什么要进到这个山里 不要进来 你进来会打扰这里边的所有的生灵 然后他就收起他的这个装备啊 他也害怕啊 他都迷路了 他就准备往山下走 这个猎人就突然跟他说 其实啊 我是这个山上啊 一个神社的住持的孩子 我就住在这个山上 我们家有一个好东西 我带你去看一看 他反正也不认识路嘛 到时也在这个猎人给他引回到家 他就跟这个猎人上山了 左拐右拐的 各种根本就不是路的地方上去了 哎果然有个神社 这个神社的名字啊 叫卡塔卡姆纳神社 骗假名的神社 啊对对对 没怎么见过是吧 这个猎人跟他说啊 他叫平十字 也非常少见了一个名字啊 进到这个神社之后 这个平十字啊 也是这个猎人 拿出一个卷轴来说 这就是我们这个震慑之宝啊 我们家祖祖贝贝 就在这个山里 就是为了守护这个卷轴 他把这个卷轴打开 这个游戏看了一下啊 这个卷轴上就画了一圈一圈 这种文字 平十字跟他说啊 说这文字代表什么意思 他也不知道啊 这是他家祖传了宝物 上面的文字呢 祖上说叫做八镜化美金文字 属于神代文字的一种啊 据他说这个卷轴 至今已经至少一万年了 上面的文字呢 也应该是一万年前的 这一圈一圈的是什么 每一圈都是一首诗 说当时啊是唱出来的 究竟怎么唱 他们也不知道了啊 平十字说啊 里边的内容呢 应该涉及到宇宙 科学 哲学 材料学 农业 制造 医学 历史方面的内容 这么多啊 对 就这些 对 他说这每个文字啊 是几维文字 他们都不知道 怎么去解读 说是不是里边 每个横 每个树 每个角度啊 都有意思 不知道 平十字只知道 这个卷轴呢 叫做卡塔卡姆娜卷轴 卡塔卡姆娜什么意思 他也不知道 后来这个尤琦啊 他是科学家 他看到这些符号 觉得里边 好像有点什么逻辑关系 不是乱写的 他就把这个东西 腾写下来 八十首诗 全部抄下来 抄下来之后 我回去研究一下 他就带走了 八十首诗 怎么看出来了 一圈一圈一圈 就是一首诗 总共八十个 不是就是三个 不是就是三个 八十个 老多了 你现在看这个 是第六首 跟第七首 他把这八十首 全部抄下来 带回去了 开始进行 潜心的研究 把它按照文字的方式 进行研究 看看能不能和日语 能套得上 后来经过他的研究 他感觉自己解读出来了 真的啊 他说至少 卡塔卡姆娜 什么意思 他知道了 什么意思 他说卡塔代表物质世界 卡姆代表精神世界 那呢 是转换传送的意思 哇 他说这个卷轴啊 里边的内容 其实就是物质世界 和精神世界沟通啊 或者是互相传送信息 的这么一个工具啊 或者是一些相关的内容 就是说你体会物质 怎么向神报告的 这么一个东西 对传送信息啊 或者是怎么能接触到这个世界啊 的一些方法之类的啊 后来他就把他研究的一部分成果公开了 公开之后呢 受到了学习的强力质疑啊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他再回去找那个神社找不到了 没了 他也不记得路 因为根本就没有路 好多人上这个山上找 这也没找到了 也没有人听说这个山上 有一个卡塔卡姆塔神社 找不到了 他就是由他手上抄写的 这80份这个东西 有人怀疑呢 就是他自己创作了一种东西 但他坚诚不是 就是那个有平时资的人给他 他后半生都在研究这个书的内容 不知道他研究到什么程度了 但是学界是不承认的 还认为一个科学研究者 怎么可能去研究这个东西 疯了 疯了 是吧 他拿出一些子 明明自己画的吗 非说是神代文字 他有给他附上一些假名 告诉这个解读的方向 去读他 这是他自己附上 对 读起来确实有点像经文一样 或者那种感觉 但是不是真这么读 不知道 他有想去那个寺院去问一问 看他解读的对付 结果寺院没了 有这么一个神奇的事情 这个呢就是奥斯佩语言 这么有名字 怎么之前不知道 这个书在欧美世界很早以前就很有名 其实这个写书叫纽伯勒这个人 后来知道他是光明慧的 而且是光明慧非常高等级的一个人物 因为他特别有钱 有钱 他达到了33级 光明慧最高级别就是30级 他是33级 所以他可能是知道点什么吧 光明慧到底是看钱还是看学识 都看 就是把这个世界上最有能力 有影响力的一帮人凑在一起 他这个书出版了之后 引起很大的反响 但是在日本现在几乎没有人知道 就是日本战败了之后 这个书被作为禁书 不允许在日本就流行流传 其实日本神话像古世纪 也都是不允许印刷和出版的 因为像日本的神话里边都说了 日本人是神的子民 不是每个国家都说是神的 对 但是战败国不允许 让你知道你是神的子民 不可以 战败国不允许再吹了 对 战败国不可以吹了 你如果告诉他 他们是早盘 是吗 他们觉得我们是赢的后代 觉得自己不一样 那就不行 告诉他们 你们其实都是第六代 跟我们都一样 没什么区别 所以这本书 其实在日本属于禁书 禁书 属于禁书 但是是个美国人选 对了 五色人 是这样的 这本书里提到 就几代几代人 除了第六代之外 前五代人 五种肤色 美代人 肤色都不太一样的 他提到这五种颜色 就是黑白黄赤茶 五种颜色 其实这和日本的 一个传说也对上了 日本有古书 也是禁书 叫竹内文书 这在日本发现 就竹内文书 以后我们会讲 里面也提到了说 世界曾经存在五色人 咱们现在说 人类的皮肤 大概是四种颜色 黑白黄棕 不过竹内文书里 提到这五色 比较神奇 没有红色 有蓝色 蓝色 蓝色的人 他们叫青色人 这个以后我们有时间再给大家讲 阿芬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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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